哈囉 歡迎來到區關鍵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每個人的25萬都不一樣 別當社畜一輩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 這是我認為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在最近我看到很多 不管是亞洲的Youtuber 或是美國Youtuber 常常都在聊到說 我在某某公司上班 我在Fan上班 就是臉書 谷歌 亞馬遜這些高級科技公司上班 那這個收入是多少 薪水是多少 下面的留言區往往都是非常讚嘆 就是覺得說在大公司上班可以賺這麼多錢 然後給我的感覺好像就是去大公司上班 好像就是每個人追求的最終目標一樣 今天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今天在美國加州 如果你是一個高收入的人 或者是不錯收入的人 跟你自己做生意 就是當一個business owner當中的區別 那在最後我會分享一些 我對於你應該自己上班 還是自己出來做生意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一開始來看一下吧 我們就拿這個年收入25萬來做一個基礎好了 那我們在這個2024的美國國稅局網站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你的收入在25萬左右的話 你就會落入這個35%的tax bracket 就是說你這個收入稅將會負35% 那大家看到這個表上寫的是45% 沒錯 因為你如果住在加州的話 除了這個35%的聯邦收入稅之外 你還要負一個大概10%左右的加州這個收入稅 所以總共的稅是達到了45%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一個一年賺25萬的人 那在扣掉45%的稅之後呢 你揮到手上的金額呢 就只剩下137500多了 那我今天這個計算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就假如說你今天是一個單身人 然後生活也比較無聊吧 就是不出去玩啊 不花一些額外的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後 這個每個月大概能存多少錢 那稅後呢大概是137500多 那我們就說你在加州有一個不錯的工作吧 那你一定是要住一個不錯的地方 那我們就說一個單人的appartment 像公寓這樣子好了 那如果今天你收入達到這個一年25萬的話呢 我相信你住的地方應該也不會太差啊 那我們就說這個租金的部分好了 我們就以租來算 就比較便宜嘛 那一個好一點的appartment呢 一個月的這個租金可能 我們就算3000塊好了 然後3000塊乘以12的話呢 因為是一年來算嘛 3000塊乘以12的話就是36000塊 那你要不要開車呢 你今天一年賺25萬然後又單身的話呢 你一定會想要開車對吧 我們就說你開一個這個 還不錯的BMW 或者是Mercedes的這個入門車好了 那這個一個月的這個開銷呢 大概會落在1000塊左右 就加保險也有的沒的 那一年的話呢 是不是就是12000塊 下一個就是15 那我們15 因為一個人單身的關係 我們就不要算太貴 一天就算50塊好了 一天50塊的話呢 一個月大概就是1500塊 那一年呢大概就是18000塊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 就是Utility Bill啊水電帳單啊 還有這個手機帳單啊 或者你看Netflix啊 這些有的沒的一些月收入喔 那這個我們就保守 估計抓500塊左右好了 那一年的話呢就是6000塊 OK那在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呢 這個年收入25萬的人 然後就算你是非常非常無聊的一個宅男 不在其他這個沒有必要的地方做一些開支 也沒有任何這個Entertainment Cost 就是出去玩那些費用 那光是一些普通躲不掉的開銷呢 在這個稅後之後啊 一年只能存下65500塊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Business Owner 就是自己做生意的人好了 那我們就說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好了 我們就說這個租金也是36000 然後車子也是12000 食物也是18000 然後Utility Bill也是6000 但身為一個Business Owner 是有很多Tax Break的 就是在美國呢 你做生意的話呢 這個稅不是馬上付的喔 那你付稅的時候呢 就是隔年你要報稅的時候呢 才是付上一年的稅啊 那差別在哪裡呢 假如說今天Business Owner 一年也是賺25萬好了 所以同樣是賺25萬 那你可以先把你這些開銷呢 全部都先抵掉喔 所以把這些開銷都抵掉的話呢 那當然這些也不是一個非常極端 這個抵稅的方式啦 但是我今天只要給大家看 在美國做生意的好處喔 那如果今天25萬 扣掉所有的開銷 就這些所有的開銷 那你扣掉開銷之後的收入呢 其實只有178000喔 那我們再回到IRS 國稅局的這張表 如果是178000的這個收入的話呢 會落在24%的bracket 那 instead of付35%的稅呢 我們只需要付24%的稅加10%的周稅 所以大概是34%左右喔 那如果是付34%的稅的話呢 這個稅後我們會每年可以存下的錢呢 會高達117480幾喔 那這個跟這個65500相比呢 是不是就將近多了一倍了呢 所以在這邊就很明顯可以看到呢 這個做生意賺來的25萬 跟你拿死薪水賺來的25萬呢 是結果是截然不同的 那每一年能存到的錢呢 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今天節目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希望大家這個不要這個一昧的 這個不用腦袋思考的 就覺得說這個去大公司上班啊 去這個台積電上班啊 去Fans上班啊 就去Facebook啊 Google啊 Amazon這些公司上班 就覺得好像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樣喔 因為事實就是呢 你只是一輩子當了一隻比較高級的社畜而已喔 那如果今天你對於這件事情沒有認知的話呢 你是不可能跳脫這個框架的喔 那什麼叫有認知呢 就是說你今天可以在這個Facebook裡面上班 然後賺了一個不錯的薪水 或者說你今天可以在台積電上班 然後賣乾賺一個不錯的薪水 但是你必須對這件事情有所認知喔 如果你是以跳脫階級這個目標去努力的話呢 最終你是一定要想辦法這個存到一筆錢 然後出來自己創業 才有可能跳脫階級喔 那當然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這個擁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薪水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安逸 也非常非常滿足了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人的話呢 你在這些大公司上班啊 你在甚至在小公司中小企業上班啊 也都沒有任何問題喔 那今天這個影片純粹聊的東西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想要跳脫框架 如果今天你想要成為前1%的人 今天如果你想要財富自由 那我講的財富自由呢 是這個不上班 每天還有這個足夠的被動收入 讓你去買所有你想買的東西的話呢 你就必須跳脫框架喔 那跳脫框架最重要的第一點呢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喔 如果今天你認為這個 你一輩子在一個很好的公司上班 你就可以財富自由的話呢 那我只能說你可能太天真了 因為就像今天我要展現給大家看的東西一樣 就是呢這個每一個人賺的25萬是不一樣的喔 每一個人賺的錢也是不一樣的喔 那至於今天為什麼我會想聊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身邊的人呢 以及這個我從小到大長大這個環境裡面呢 永遠都是會有人灌輸我 覺得說喔我好像要去這個大公司上班 我好像要把去大公司上班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目標而努力這樣的一個觀感喔 那我個人認為呢 這件事情是在阻止你財富自由喔 這件事情呢是在限制你當一輩子的高級社畜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絕對不會以這樣的觀念去教我的小孩的喔 但是絕大部分人呢都持有這樣的觀念 那這也造就絕大部分人呢 一輩子都在幫別人打工 一輩子都在當別人的高級社畜喔 但最後呢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管是創業也好 或者自己做生意也罷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一條道路喔 但是今天困難並不代表不能做 今天困難並不代表不能開始喔 我自己是認為呢 這個出來創業啊做生意啊 不管最後是成功也好 或者是失敗也罷 至少你試過了 那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喔 絕對不要當那種 把夢想壓抑在心裡一輩子的人 然後為別人打工一輩子喔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 Leverage Ether ETF 就是沒錯 這個是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以太幣的現貨 ETF 在上週呢是正式的通過了嘛 那到現在呢 還沒有一個確切日期 什麼時候會開始交易 但是同時呢 這邊已經出現了一支這個 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那這支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將會在6月4號就開始交易喔 那這支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看起來應該會是 以這個期貨的方式來交易啊 所以你可以說是一個 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那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華爾街啊 還有這個股票交易市場 基本上就是一個公開的賭場 那斷運這個觀點呢 我在過去的影片當中 也跟大家聊到非常非常多次喔 就是今天交易市場 今天投資市場呢 就是一個公開的賭場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進到這個賭場裡面的時候 持有一個這個不好的型態 或者是完全沒有策略的話呢 你就絕對會是那個十賭九輸的人喔 因為事實就是股票市場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公開賭場喔 那在這邊也可以看到啊 如果今天有賭徒要賭的話呢 那這個莊家呢 是一定會推出這個你想要買的產品喔 那現在可以看到以太幣的現貨 ETF 已經通過了嘛 那馬上接種而來呢 就是以太幣的上槓桿的 ETF 也出現在市場裡面喔 那關於上槓桿的以太幣 ETF 其實大家不需要感到意外 因為比特幣呢 也有上槓桿的比特幣 ETF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啊 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面啊 這些券商呢 絕對都不是三類喔 那他的目的呢 只是吸收越多資金越好啊 就今天只要有這個 有投資者啊 有賭客啊 有這個需求的話呢 那這些券商呢 就像莊家一樣 絕對會把這些產品推上線 讓你這個去賭的爽 讓你去這個在上面博弈喔 所以大家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因為以太幣本身的波動呢 就是比比特幣要大 那如果今天你在買這種 上槓桿的以太幣 ETP的話呢 這個變相來說 這個波動就是更大 大兩倍嘛 我在節目當中呢 常常給大家看這個 比特幣跟以太幣爆倉的圖啊 那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投資呢 永遠就是投這個 自己承擔得起的錢喔 絕對不要去這個借錢投資 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透過購買 這種以太幣兩倍的 ETF 然後去得到更多的 exposure的話呢 變相來說 你就是在投資 你賠不起的錢喔 所以大家真的要 額外的注意啊 下一個情況要跟大家聊的是 貝萊德正式超越 Grade Scale的GPTC 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 現貨比特幣 ETF券商喔 那我們往下看到更多細節啊 這個貝萊德在昨天呢 再次迎來了 102M的流入啊 那同時 GPTC在昨天呢 再次流出了 105個M 那在昨天呢 這個交易日結束之後呢 貝萊德就正式的成為 這個比特幣現貨 ETF 持倉最大的一家券商喔 那在這邊呢 再次可以看到 貝萊德的影響力 跟貝萊德的威力啊 就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貝萊德進入到 比特幣的世界裡面呢 其實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喔 那比特幣的現貨 ETF 自從1月11號開始上線之後 到現在呢 其實也就大概 短短的4個半月的時間 那這個貝萊德呢 在短短4個半月的時間呢 這個持倉就已經超過了GPTC喔 那虧度的這個GPTC呢 存在在市場上呢 已經好幾年了喔 那我們往下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是貝萊德 Ibet這支比特幣現貨 ETF的持倉 是綠色這條線 那紅色這條線呢 是GPTC的持倉喔 那自從這個比特幣現貨 ETF 上線以來呢 貝萊德的持倉就是持續在增加 GPTC的持倉呢 就是持續在減少喔 那在今天呢 這個產生了一個死亡交叉 你可以說是黃金交叉吧 就是Ibet這個持倉呢 正式超越GPTC 那在未來當中呢 這個我相信Ibet的這個持倉 會持續往上 那GPTC應該也是會慢慢的持續減少喔 所以我認為貝萊德成為這個 比特幣全世界最大的使用者 這件事情呢 在未來當中呢 應該也是非常非常難被取代啊 那在下一個訊號也可以看到 這個貝萊德不只是推行 他們自己的比特幣現貨 ETF 那同時他們對於他們最大的 一支資產管理的投資組合 叫做BlackRock Strategic Income Opportunities Portfolios 在上面呢 他們也購入了等值356M的比特幣喔 就是Ibet啊 就是自己的這支比特幣現貨 ETF 那關於這件事情 在這個比特幣現貨 ETF 還沒有上市之前呢 我其實就有提醒過大家很多次喔 當時我就多次提醒大家 為什麼貝萊德這個 升起比特幣現貨 ETF 或者是擁有比特幣現貨 ETF 會這麼的重要喔 就是因為貝萊德呢 他們持有非常非常多的 退休帳號跟投資基金啊 就很多人大部分收入的 很大一個百分比呢 都會放到這個投資基金裡面喔 那這些投資基金呢 就是由這個資產管理人去控制的 那在貝萊德裡面呢 這個BlackRock Strategy Income Opportunity Portfolio呢 那這個就是資產管理人 會幫他們客戶購買的一個產品喔 那現在可以看到呢 他們逐漸已經在增加他們Ibet的倉位喔 就是這個比特幣現貨 ETF的倉位啊 那這個倉位在接下來的未來裡面呢 我相信只會持續增加啊 變相你可以說今天你可能 完全不知道比特幣是什麼 但是你有收入跟這個資產管理的賬號 在貝萊德上面的話呢 變相來說呢 他們的Portfolio Manager 就會幫你直接購買到Ibet 就是會得到一些比特幣的exposure 所以很有可能在這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個比特幣的情況下呢 但是他們在退休帳號上 或者他們這個收入帳號上呢 他們就不知不覺都有持有比特幣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貝萊德的比特幣現貨ETF 這麼重要一個原因 那也或許你可以說這個Fidelity的比特幣現貨ETF 這麼重要的原因 因為貝萊德跟Fidelity呢 都在美國退休帳號啊 還有收入帳號啊 非常非常多人都把大量的百分比呢 放在這些投資組合上面喔 然後我相信這些事情呢 會在接下來大牛市呢 產生一個這個非常非常爆炸性的效益喔 下一集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個民幣超越了Cardano 成為了這個前十大的加密貨幣喔 那這次新聞報導的時候呢 他說這個Shiba Inu這個財犬幣呢 已經超越了Cardano 成為了全世界第十大的加密貨幣喔 那我們去CoinMarketCap看一下吧 那目前呢這個Cardano還是處在第九名啊 所以可能是稍早的時候被Flip一下下吧 那現在這個Shiba Inu就是財犬幣呢 是在第十名 那第十一名呢是Toncoin 所以Toncoin很快的進到前十之後呢 又以很快的速度這個跌落下來了喔 那我在這邊希望大家注意的東西呢 就是在加密貨幣的市場裡面呢 這個是變化非常非常的快啊 那我個人為什麼這麼喜歡Cardano 跟看好ADA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Cardano ADA呢 是經歷過多次牛熊測試的一個幣喔 就是自從2017年Cardano上線以來呢 這個Cardano在這個前十大市值的 加密貨幣的這個排行榜裡面呢 基本上已經維持了大概七年左右的時間喔 所以是非常非常長的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稍微很快go over 這個前十大加密貨幣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能就會有一些概念喔 那我先去12名的Avalanche Avalanche曾經有上過前十的加密貨幣 Chainlink有曾經上過前十的加密貨幣 Polkadot有上過前十的加密貨幣 Tron有上過前十的加密貨幣 Bitcoin Cash曾經是第三名的加密貨幣 Polygon在上輪牛市的時候 是前十的加密貨幣 Uniswap有成為前十的加密貨幣 Litecoin曾經是前十的加密貨幣 Ethereum Classic曾經是前十的加密貨幣 所以看到這邊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端倪呢 就是所有這些目前排名在 第十名到第三十名之間的這些項目呢 很多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都有進到前十名的加密貨幣 但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沒有在前十的加密貨幣上待太久 那現在這個在前十的加密貨幣裡面呢 只有比特幣跟以太幣還有Cardano 是在前十大市值的加密貨幣 超過五年的項目喔 那其他項目都是比較新的喔 像B&B 啊 Solana 然後這個狗狗幣也是這個2021年才進到前十的 然後這個猜拳幣更加不用說就更新一點啦 所以這個就回歸到你今天投資的初衷是什麼東西 以及你是怎麼樣一個投資者喔 那像我的話呢 我不是一個奈米投資者 就我不喜歡這個散彈槍亂打這樣的感覺 我喜歡把我的炮火都集中在這個同一個項目上喔 所以我今天可以很直接告訴你 我可以很舒服把超過30% 40% 50%的Portfolio 放在Cardano ADA上面 但是今天我有信心把30%的投資組合放在一個銘幣上 或者是放在Solana或者是Ton這樣的一個 極度中心化項目上嘛 我是完全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喔 所以今天就要看你今天的投資style是怎麼樣子 然後我相信我在節目當中應該已經分享過五數次 為什麼我這麼看好Cardano ADA的原因了吧 但是我做我的事並不應該影響你的投資決策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Solana是比較前景的 Solana這個比較多人吵 Solana比較多人聊的話呢 那你投資Solana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那又或是說你今天想要全部YOLO在狗狗幣上 或者是這個猜拳幣上 那我也不會阻止你喔 那我也希望你在這上面可以賺大錢喔 但是我絕對不會因為你投資的項目跟我投資的項目不一樣 然後我去攻擊你的投資項目 然後說你的投資項目是垃圾 說你的投資決策是錯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幼稚又沒有任何意義的一件事情喔 下一句話要跟大家講的是 PayPal的PYUSD正式進入到了Solana的鏈上喔 那對於這件事情為什麼PYUSD會選擇Solana呢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Solana最近比較多人聊 可能是Solana非常非常火熱 可能是Solana這條鏈有非常非常多人用的關係 所以這個PYUSD就選擇了這個進入到Solana的生態上面 那這個事情對於Solana來講絕對是100%好消息啊 因為PYUSD畢竟是由全世界最大的Fintech公司PayPal推出出來的嘛 那今天PayPal進入到Solana上呢 絕對會為Solana鏈提供很多的流通性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YUSD的MarketCap啊 PYUSD自從去年被推出到現在呢 現在已經擁有一個將近400M的市值喔 就是4億美金的市值啊 那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使用過PYUSD喔 我不知道這個我的觀眾朋友當中有沒有人使用PYUSD 有的話呢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這個使用PYUSD的心得是什麼 但是今天這個PYUSD呢就正式進入到Solana這條鏈 那對Solana來說呢這絕對是一個好消息喔 今天最後的請問要跟他聊的是薩瓦多 那今天Cathy Wu呢是去拜訪薩瓦多的總統 Naye Bucalli啊 在這個拜訪的過程當中就有進行一些訪談啊 那這個ARK基金的CEO木頭姐就表示說啊 他認為呢這個薩瓦多的GDP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在接下來的5年裡面乘以10倍喔 就是薩瓦多的GDP會在短短5年內呢就增加10倍喔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薩瓦多對於AI跟比特幣跟加密貨幣呢 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這個木頭姐認為呢這個不管是AI也好啊 或者是加密貨幣也罷啊 都會是下一個改變世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喔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這個木頭姐跟薩瓦多總統 Naye Bucalli的合照啊 在這邊呢就是要再次讚嘆這個擁有一個這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 是會改變你國家的命運喔 那薩瓦多的這個總統Naye Bucalli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啊 那雖然說薩瓦多現在還是這個全世界比較落後 然後比較貧窮的一個國家 但並不代表說這件事情沒有遭受到改變喔 因為薩瓦多是全世界第一個把比特幣變成合法交易貨幣的國家 那變相來說他們總統還有他們政策前瞻性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也可以比別人這個先接受AI技術或者布局AI技術的話呢 薩瓦多就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五年到十年成為一個非常非常繁華的國家啊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這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掰掰 Bye So remember my friend, it's not just about games Mindset is crucial, to conquer all pain Stay strong and focused, to mark its darkest night Believe in your dreams,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